火箭队另有计划,莫雷两天牵两人,封线攻防水域的赌提升,8月初的时候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 火箭队想要用安德森换来老鹰队的贝茨莫尔,或者是热火队的詹姆斯约翰逊与泰勒约翰逊,据说那时候火箭队只要安德森加选秀全家年轻球员就可以搞定一切,不过后来老鹰队与火箭队的交易告吹,而几天之前麦阿姨先驱报报道成,热火队人士透露,他们对于安德森没有兴趣, 所以火箭队想要用安德森加年轻球员换测翼防守汗将的交易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火箭队会这样进入新赛季吗? 看起来修斯多火箭队的阵容已经很强了,至少在西部像是胡人,马斯,爵士,森林郎等强队都没法与火箭队相抗衡,不过火箭队要赛季的目标是什么呢? 前天杰拉德格宾透露,火箭队下赛季的目标是总冠军,当然大家也猜得到,毕竟火箭队上赛季距离总冠军是那么近,而且新赛季他们还会为这一目标继续前行,只不过没有测意防守汗下的火箭队,下赛季即使实力强于胡人,马斯等队,但是他们还是打不过勇士队,毕竟只有总冠军才会被记住, 像什么总冠军,进入西部决赛之类的,完全没有什么意义,而火箭队唯一的对手勇士队,可比现在的火箭阵容强得多,尤其是他们的得分好手杜兰特,库里与汤普森,所以在没有巴默特与埃里加的情况下,火箭队只能执行另一,各计划了,没有好用的测意防守汗将加盟,火箭队还可以签下一期角色球员。 比如最近两天内签下了两人,巴西防守汗奖卡波克洛,意大利风为摇摆人亚绿山德罗真抵来,这两人没有什么名气,而且都是外籍球员,相信一般总看NBA的球尼对此二人也不会太过熟悉, 其实塔波克洛擅长的是防守,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上三季,在国王队只有百分之二十,但是火箭看重的是他的防守,夏波克洛只有二十二岁,身高两米零肉,体重倍九十公斤,拥有二点三英米的臂斩,这与刚刚进入联盟的雄鹿当家字幕哥极为相似, 如果加以培养,夏波洛克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侧翼防守球员,而真抵来只有二十五岁,他的进攻能力非常不错,上赛季在意大利联赛波洛尼亚的市场均有16.5分6.2个篮板和3.4次助攻,真抵来的防守能力一般,但是他的投射能力很出色,真抵来有一定的篮板能力,身体素质比较好, 除了投射能力强之外,他的传球能力也是一大特色,总的来说,真抵来是一位有着很强得分能力的锋类小板人,火箭总经理虽然没有签下什么侧翼名将,但是两天内两笔签约,也能让火箭封线攻防水平再度提升。